好另外议员陈红宗表示同样都是打火兄弟 但是目前力道分队却还是没有自己的听设可以休息 需要跟相公所界地方休息实在是不太合理 另外他表示目前纵谷地区并没有火葬场 纵谷地区的民众都得周车劳顿跑到台东市区或者是花莲 因此他提出建议增设火葬场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重视 今天定期会开议议员陈红宗表示同样都是打火兄弟 但目前力道分队却还是没有自己的听设可以休息 需要跟相公所界地方休息实在不合理 对了已经那么多年了 你的用意很好在山顶做一个力道分队 但是做事情不能打败 因为同样都是打败的 他们现在在那里连天山都没有 所以他们也下来到地上是不是 大家都会羡慕 你看看连我们的海冬分队 天山也做得都很好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希望局长这方面还要继续努力 不然你当然没有地方好休息都照着地方 这也不是长眼之际啊 没在于一个力道分队 你看看现在山顶有什么事情 现在有一个分队要从海端走到那里 要顶多久现在就不用 给很方便的嘛 另外他表示目前纵谷地区并无火葬场 纵谷地区的民众都得舟车劳顿跑到台东市区或是花莲 因此他提出建议增设 我是想说是不是观山现在的四幻公墓 现在地方很大嘛 能不能找公所观山再设一个火葬场 在103年的时候我们在里龙那边也要做 那时候里民都反对 那刚刚一言建议的我们会来跟正公所再来协调 医员表示纵谷幅员广大却没有一个火葬场 实在造成民众不便 希望有关单位来重视 既有陈彦如台东市报道